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 前立委 雷线 倩姐 何荣好 观众朋友大家平安 另外 台大政治系教授佐政东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黄亚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川普 他当选了美国第47任总统 外界关注的是未来在科技竞争 尤其是在半导体战略上 中美两强会如何的斗法 而夹在中美之间的台湾 又应该如何应对 先来看的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他在出席台大96周年校庆活动时 被媒体问到 说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的进度如何 张忠谋指出说 美国厂目前进展状况十分良好 而美国商务部在15号也表示 将会依据晶片法案 向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提供高达66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大概是2143亿的直接资金 用来在商业制造设施方面 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加则说 这有助于台积电加速在美国发展 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 这是不是话中有话 你可以看到最先进 翻了一下美国商务部的新闻稿 美方是怎么说呢 他们说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三座工厂 达到最大产能的时候 预计将会生产数千万的尖端晶片 为将来的5G 6G智慧型手机 还有自驾车以及高效能运算 还包括像AI应用来提供动力 我们刚刚听到的关键字 包括最先进 包括尖端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本计划留在台湾 因为大家说高端的晶片技术要留在台湾 会不会有可能移往美国 先请教权姐 如果我们按照川普 从拜登以来的一系列的思维 就是晶片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那从这个理路一直走下来的话 那显然的跟国家安全有关的 包含了国防科技 还有国家竞争力相关的 它就会被放到一个特别的盒子里头 台积电被要求在亚利桑那射厂的也是如此 可是这件事情用政府的力量 或者是政府的部分补助 能不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看说 现在全球的半导体的结构 10月28号美国做了最新的一个建立 就是半导体 还有AI和量子都是不能够投资的 资金不能去中国大陆 香港澳门都不行 他们没有算台湾 可是你就明白 他们已经把它当成 未来的国家安全 跟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核心 因为科技战其实就是战争 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想想看 川普还有什么招 就是说他如果觉得他们抢了美国人的工作 首先呢 这个金融产业没有多少就业机会 可是你从上面一直往下走的话 他会下意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就业机会 那到底确是真的 可是当他长期的外移 其实是在美国所主导的 整个半导体的结构里面的一个必然结果 就是当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认为 他们只要专注在最高附加价值的设计 跟最上面IDM里面的那个结构 让那个相对的 在当时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制造 而且要放大量的资本投资 你要一直不断地建新厂的那部分 外包到别的地方去 让别的国家做的时候 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 那么整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就形成了 那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半导体产业的结构 今天要把它拆解了以后 再回到美国去 就是这是川普至少他垮垮奇谈去威胁别人的 这件事情会成功的机会呢 第一产业结构上是小 机会很小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因为原来他们所设计的那个结构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获得了全球巨大的资本利得 就是他在营业利益 以及在资本利得 就资本市场上 华尔街它获得的巨大的资本利得呢 中间有一大部分跟中国大陆和其他的国家 在大量的使用 Semiconductor有关 对 就是其他的地方开始大量去使用 半导体的时候 那个不管你卖多少个晶片 那个最上面 美国的那个高附加价值的部分呢 也获得了最大的部分 所以若是你今天一边要跟中国脱钩到锻炼 在这个市场上面要做区隔 那么你也让美国的产业丧失了那么庞大的市场 那这个庞大的市场的资本利得 也会是美国的企业获利 跟美国的资本市场上面 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一个部分 所以无论是从产业的 完整的产业链 制造链 供应链的角度来说 你挪回美国 能够直接获得的工作非常小 而且那在全球的产业链中 不是很不切实际 是不切实际的以外 你在全球市场上 美国人的份额 若是你在继续的脱钩锻炼的话 美国人的份额会减少 就是你挂着Intel的 或者是今天你挂着任何一个 美国牌子的那些芯片 它会自己丧失它的市场 那企业获利会变少 资本市场上面的资本利得会变少 那相对的在整个的 以资本市场为核心 或是以金融为核心的 美国经济里面 它外溢之下 影响的就业机会也会很多 所以今天的川普他讲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爽 就是讲起来很神气 美国人听起来很开心 听起来说 就是你们给我回来 不要偷我的工作 就业机会增加 对 但是我时常说 经济就是有经济理性 那政治精英可能会幻想 它可以用一种政策 去挪移改变 但是经济有它的经济理性 按照经济理性的计算里头 或许它可以挪移一部分 我认为跟国家安全相关的部分 它可以真正用国家的力量 去挪移 甚至你看它现在可以要 台积电不能卖什么什么什么 给中国大陆 它可以用一部分 但是它要做整个 主导整个产业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个机会非常渺茫 所以您觉得川普当选 对台积电最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会先是 川普当选以后 他会更希望在台积电的 跟放在引号里面 扩大性的国家安全相关的部分 有更大的主导权 但是其实美国已经有很大主导权了 它有禁运 它有禁止投资 它有长臂管辖 它还有那个secondary 就是双层第二层的管辖 所以美国其实已经把它 所有的政策工具 都用了 推到了极致 只是说它的执行 可能有些地方 在美国人看起来 还有一些漏洞 但是它的工具 其实都已经用了 所以最剩下的一个工具 可能是就是要求更多的研发 要挪回美国 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选 Arizona的凤凰城 因为凤凰城是 Intel的一个大本营 所以它会跟Intel的 那个产业结构 会离得很近 说出来有一部分的思考 也是为了要来协助 美国本土的Intel 我就觉得有点像是 春秋战国时代 那个质子 就每个国家 要放个人职 到别的国家去 Intel现在有了台积电 在Arizona的那个质子 可以帮助它一部分 OK 现在不只是川普 他的新政府 未来跟台积电的关系 要如何来观察 现在跟联准会的关系 大家也在关注 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为从最近联准会主席 鲍尔的发言来看 他显然是要捍卫 联准会的独立性 鲍尔在德州 达拉斯的一场会议上面 表示说利率决策 不受政府任何其他部门 影响而反转 当然除了国会以外 他也表示说 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将使得政策制定者 可以从容决定 降息的幅度跟速度 而关于通膨 他则提到全面性的进展 他指出联准会官员 预期通膨将逐渐继续地 回到央行2%的目标 可是现在川普即将要上任了 鲍尔现在心中 他一直提到说 通膨要回归到原先 所设定2%的目标 可是面对川普的2.0 安亚老师觉得 联准会会调整出 他们自己什么样的方向 我想川普跟Powell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说上一次在18年 Powell上任的时候 是刚好在一个 所谓的升息循环里头 都是一个利率正常化的过程 那现在是在一个 降息循环中 所以他们两个的冲突会变少 那这个Powell 他的基本上就是照表操课 就是说大概每一个季度 降25个basis point 在他卸任前的时候 大概到所谓的中性利率 就3%左右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去把质地率曲线 确定是做一个修复 那他基本上就完成他的任务了 那再来就是说 川普他自己也很忙 2025年他事实上 fiscal policy他有很多要做 他要建立一个tariff border 就基本上对中国是60% 对世界是20% 他基本上把美国带回100年前 就是tariff大于income tax 的一个国度 再来他还把Elon Musk 这些人想要把 这个spending cut 两个trading 把这个教育部把它关掉 因为他美国不需要教育部 再来就是说 他 foreign policy 他还想做的事情很多 他让以色列变成是 中东的唯一的super power 再来他去broke 这个普丁的新俄罗斯主义 同样让乌克兰 这个重建的商机 这是trillions of dollars 所以他很忙 所以说我觉得 他不会换fetcher OK 这个联准会的目标 虽然定2% 但是将来说川普 他寄出这个关税之后 会不会引发通膨 造成说联准会这边 在利率的调整上面 恐怕也是一个 这个鲍尔要面对的功课 好 那我们说川普 因为他真的是不可测 他的政策 常常说是变来变去的 所以现在各个国家的智库 也都忙着要来研究做功课 德国经济研究所就认为说 川普重返白宫 Intel在德国盖新厂的计划 就是极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政府应该庆幸 还没向Intel来支付100亿欧元 约合台币3400多亿的补助 同时这个所长他也直言 他说不再期望美国大选后 Intel会落脚在马格德堡 而贸易关税政策 将会造成德国经济的重大影响 作为出口大国的德国 将会面临更高的成本与价格 甚至可能会导致企业 把生产转移到美国 现在连德国的智库 先投下了对川普的不信任票 那我想请教周老师 您怎么看就是 如果Intel不去德国盖新厂 这对德国的经济 真的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吗 如何评估 Intel事实上是在9月的时候 就已经宣布了 他们暂停了在德国跟波兰的 这个建厂计划 那当然主要当时是因为 Intel本身它的这个损 它这个财务 这个账面损失嘛 所以他要先做内部的调整 不过现在川普带来的冲击 主要是关税的这个部分 倒不是这个 跟Intel有直接相关 那川普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 就是说他可能会对 所有对美国有出超盈余的国家 都会克10%到20%的关税 那有的人说他甚至是 所有的国家都会加税 那好 假设就是针对德国 或针对有出口盈余的国家 那加了10%到20% 因为德国从美国赚多少钱呢 他去年来讲 他是633亿欧元的贸易顺差 就是只有顺差的部分 他整体的贸易量 整体的出口量大概是1579亿 这个欧元 好 那如果加上这个关税 那德国的这个统计 他们现在也是的确就像刚才 何荣熊所讲的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他现在是说如果川普加税 20%关税的话 那么德国的出口会减少15% 德国的GDP会下降1% 因为德国今年是衰退0.1% 明年可能会成长0.5% 后年可能1% 那么如果川普现在 他们现在推估 如果川普要加税 可能是明年下半年 所以他的影响会在后年上半年开始感受到 也就是当德国开始复苏的时候 川普又打了一击门棍下来 所以当然德国是非常紧张 现在看主要会影响到哪些部门呢 第一个 汽车业 因为德国的汽车 就是高级房车出口到美国的非常多 再来就是钢 铝 还有什么呢 化学 制药 这些都是德国出口的强项 所以那要怎么办呢 面对这个 其实德国已经是美国主要的投资者 德国现在在美国的外来投资者里头 他排名第四 但是在新能源他排名第一 所以其实对于新能源这一块 或者是新兴技术来讲 德国的投资在美国本来就不少 而且去年还是成长得非常多 去年成长得非常多 所以那德国有什么可以跟川普谈呢 现在大家就是说 如果川普这个关税要加不加 大家不知道是会如何的时候 对经济的伤害是最大 因为一旦你确定了 大家就可以去计算 最怕就是不确定 最怕就是不确定 所以最有可能就是双方谈一个deal 谈一个这个交易 然后德国就跟美国买商品 农产品 武器 天然气 大概现在列的这三项 最有可能欧洲跟美国买的商品 那路透社最近也引述了 这个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 因为刚刚左老师有讲到 电动车这个部分 川普的过渡团队 他们最近正在计划 要终结拜登政府的电动车 购车税收抵免 那主要的策划者呢 就是石油大亨韩姆 还有北达 科达州的州长伯根 他们共同领导的 这个能源政策过渡团队 从川普胜选以后呢 他们就密集见了好几次的面 主要呢就是针对的 这个拜登政府在2022年 推出这个降低通膨法案 当中呢对于电动车 购车享有7500美元 大概是新台币24万的税收抵免 说要把这个税收抵免给废了 那这样子大家联想到是 可是现在这个马斯克不是当红吗 还是成为这个 政府效率部门的共同负责人 这样的话会对特斯拉 会不会先造成伤害 现在怎么看 我先说当有抵免的时候 但是特斯拉还是普普通通的表现 所以原来的Magnificent Seven里头呢 特斯拉是最后一名 而且它本来是最可能被除名的 所以补贴本身 不能够让特斯拉变得强健 这件事情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消费者呢 不会光是看你的补贴 就去做这些事情 补贴本身呢 也不可能把车厂挪回美国 当时有两个他们的幻想的事情呢 通通没有发生 就是会让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 然后更多的车厂可能会把一部分的装配搬回美国 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所以说补贴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改变产业结构的方式 那我要讲一下这个马斯克 他自从当选 我刚刚看了一下 11月6号到11号呢 这短短的几天中间 他的特斯拉的股价涨了20% 从7500多亿涨到1兆多 1万亿多 那比较重要的是说 他的EPS就是每股获利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本益比 从65到85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欢欣鼓舞的股民 推升的特斯拉的股价 跟特斯拉本身的表现 没什么特别关系 只是现在觉得马斯克很红了 他可能就会有这些机会 所以他的特斯拉已经是一个获利者 他在目前已经是85本益比了 从65一下就跳到85 已经涨了21% 那现在是在高档盘旋 除此之外 他所投资的这个加密货币 虚拟货币 他所投资的太空 星空呢 也都会同样同样的水涨船高 还有X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我时常说 以前我们说叫做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就是军工混合体 跟政治的关系很密切 但是这一次的选举中间 关系最密切的是金科混合体 金融跟科技的大亨 他们进入了美国政治的直接参与 过去的话 无论是像洛克菲勒基金啊 这些他们都是用PAC 或SuperPAC的方式 间接地去影响某些的候选人 去影响政策 可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马斯克的America PAC 是外挂的 所以有人会说 为什么 对 为什么雷老师写的 那个159亿的那个竞选经费 里面没有马斯克呢 因为他们没有按照 过去的游戏规则 把钱去投在 无论是个个别候选人 或者是政党上面 他就外挂了一个SuperPAC 他爱怎么样去花钱 就怎么花钱 所以他们直接地就影响了 美国的选举以外 在选后你更可以看到呢 仿佛有一个川普跟马克思的川马混合体 他们两个共同来延商世界的大事 包含了俄乌的情况啦 将来的政府的效能啊 还有在当选的当天晚上 那个川普他就直接说 我们这些外太空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SpaceX真的很厉害 他就讲了大概四十几分钟这些事情 他不是说要珍惜天才吗 所以他说这个是中国还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能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政府很多那种前端前沿的科技 将来也很可能外包给一个私人的企业 所以政府跟金融跟科技的关系 在这次选举中间完全改变 那除了马斯克以外还有Vivik 那个在大家眼睛一亮 在纽约的最后一场大造势的时候 大家说哪里来一个这么厉害的 一个印度裔的科技专家 可是他现在也直接进去了政府效能部 所以这些科技的大头 他们也夹着金融的实力 并且他们自己直接投入政治 然后现在又经由了选上的川普 去影响到美国的走向 而且我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在美国 现在的制衡体制之内的 譬如说我现在新做了一个政府效能部 他是要跟别人如何去制衡 国会怎么样跟他去产生新的关系 他如果大刀阔斧地去改变了 所谓当时川普说这就是深层政府需要改变 如果他大刀阔斧地去改变了美国的官僚体制的话 那么不但是行政体系跟司法体系中间 可能都没有真正制衡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金科混合体正在快速地进入政治 所以马斯克就是说他无论如何都已经是赢家了 像这样子说冲撞体制造成的这个后续效应 到底能不能够收拾得了 可能也要关注 没有 他没有冲撞体制 他是进入体制 这进入体制但是他要把原先的那种体制 当他进入了体制以后 他能够使用的工具就非常多 我们在台湾对于政治上面 一旦进入了体制 可以做各种的作为的政治政策 非常有经验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根本完全无力招架 的确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聊 马斯克会不会全力扩张到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 不过说到他的特斯拉 因为他的相关供应链群组 其中有蛮多是台厂的 像是AS伺服器电池备源电力模组 还有像是电池制造跟电池模组 其他包括像是汽车零组件 充电基础设施 自动驾驶技术 能源储存解决方案等等 很多的台厂都参与其中 何硕董事长佟子贤最近也被问到 他就说川普如果取消补贴的话 应该会对电动车产业的影响 比对传统汽车业冲击要更大 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特斯拉供应链的台厂 安雅老师您觉得接下来要先预备好 要做哪些准备 刚才Joanna跟卓老师都讲了很多 事实上第一个就是说 在美国现在事实上是hybrid 事实上是比较成长得比较多 比较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坦率来说 就是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是最完整的 那那个BRD成本是比特斯拉要低得非常多 所以美国用关税把中国挡在外头 中国也不会进入到美国市场里头 那当然就是说台湾基本上搭了 这所谓的民主供应链 然后进到美国 那这些公司将来就必须要更美国化 那比方说要不然在Fremont 就是窝在特斯拉旁边 要不然就要跟到密西根的摇摆州里面 帮忙去重建 Detroit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有点像是 这个当年台湾员工分红费用化 台积电是举手赞成的 因为他早就拿到所有员工分红化的红利 以后的新创公司都拿不到了 所以就像熊来了 你要跑得比别人快就来得好 好 这个马斯克确实 这个大家最近关注他很多 因为他刚刚像我们讲的 他要共同来掌管这个政府效率部 而且他这个缩写DOGE 大家也就开他玩笑说 跟他那个狗狗币 蛮接近的 可是他的权力会不会无限制地扩张 他到底进来以后 进来体制 他究竟是提高了政府的效能 还是说他打压了其他科技业的效率 因为先前他发过推文 就引起了科技业极大的反弹 他说他不了解自己捐赠了 1亿美元的非盈利组织 是如何变成了 300亿美元估值的盈利组织的 那他指控的就是当初 他出钱投资的OpenAI 因为他认为OpenAI 就是为了要完成造福人类的目标 可是后来OpenAI 不止没有公开GPT4的技术细节 而且还授权给了微软 好 所以话回到 我们刚刚讲的说 马斯克现在他将来进到政府体制 他有非常大的权力 周老师觉得 大家会质疑的是 他用政治力的手段去对付 万一是未来的 或是现在的商业竞争对手的话 因此引人非议 那这个例子如果一开的话 对于美国科技业会造成什么影响 其实科技业最担心的 就像所有的市场经营者 最担心的就是不确定性 就是说大家对他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没有办法很清楚地掌握 或者他要做的是 已经跳脱出既有的这种制度的限制 那当然就会对科技业带来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冲击 那我觉得分两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法律的诉讼 因为他现在这个法律诉讼 其实还是在既有的游戏规则里头去玩了 因为他认为说微软跟OpenAI所签的这个约 超过了原来双方的这个合作范围 他说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合作范围 其实并没有包含到说 他可以让这个微软去垄断性地使用 他的这些所谓的语言模式 那事实上微软因为跟他合作之后 还投资了130亿美元在这个OpenAI里头 可是OpenAI同时也去成立了 也参与了其他的一些公司的创立 包括这个马斯克自己的这个XAI 所以现在他是联合XAI 还有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Neural Rail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 人家说是他小孩子的妈妈的一家公司 他们好几家公司联合起来 等于就是他主打的是反垄断了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因为他去今年2月也提过这个案子 后来在这个法院要开始延迟辩论的时候 他就撤回 所以这次他到底玩什么游戏 我们不知道 可是可以这个部分是在游戏规则之内 比较大的冲击是在于 他在这个政府效能部 因为他号称要减掉两兆 政府预算减掉两兆 也就是美国今年6.37兆 政府预算里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里头裁掉的很多的工作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科技采购 那这些科技采购又针对了哪些科技产品 哪些科技公司 我觉得那个影响就会非常大 OK 安雅老师您觉得呢 就延续卓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 looking long term 伊朗认为说将来的intelligence 只有1%是biological 反正99就是digital 所以对他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这是一个 Extential threat to humanity 这是像当初的NewK Power一样的 所以说AI必须要检管 同样的OpenAI当初的funding agreement 是一个non-profit for humanity 可他现在变成帮助Microsoft 做一个AI monopoly 所以基本上OpenAI已经变成一个 披着羊皮的狼 就是我说我在做charity 可是我实际上是做commercial的事情 所以说像OpenAI 它平均人的薪资 基本上是Silicon Valley的人的 2到3倍 那所以这个也许是少数 就是说对世界来说 是有希望伊朗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中国是要监管AI 那美国将来走监管AI的路 除了climate change 是G2两个可以合作的 多一个AI的监管 是两个可能可以讨论的方向 long term应该是好事 如果发生的话 所以你看到马斯克 其实也是变来变去的 面对他 川普也是变来变去的 川马两人 这个未来 难怪最近有人也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跟这个马斯克 他们的蜜月期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随着川普再次的入主白宫 共和党高层 现在对于一件事情非常有信心 就是结束俄乌战争 那刚刚被川普提名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共和党众议员 叫做迈克·沃兹 他表示说 总统专注于结束战争 而不是延长战争 另外担任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 共和党议员迈克·罗杰斯 则表示说 他个人 他说我预期川普在年底前就能够谈判 达成停战 不过ABC也指出说 在川普胜选后的第一周内 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 无人机攻击强度提高了四成多 甚至创下了单日有145架 无人机出动攻击的新高记录 现在看来 共和党是对于结束俄乌战争 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按照川普他做事的风格 虽然说他那是很难预测 但是艾尔老师觉得 他会怎么样 让俄乌双方都愿意上谈判桌 那个我们现在的世界 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就是说我们有Google West 就是美国 英国 日本 他们是要维护世界的秩序 我们所谓的Google East 就是俄罗斯 中国 特朗普 他们在强调说 世界有一个双重标准 我们应该有一个多级的世界 在所谓的Google South 就是印度 巴西 南非等等 他们是希望有一个话语权 要有一个Sea on the Table 那川普的做法当然就是说 世界很危险 要交美国保护费 就满武器 同样的世界所有的集权的领导人 都是他朋友 包括他自己 都是他朋友 所以有他在的OK 所以形势比人强 第一个就是说 乌东最后的状况 就是一个自治 那普丁目前 他现在的筹码也比较多 姿态也比较高 他出兵的时候 是讲明斯克协议 现在他在讲新俄罗斯主义 要尊重现实现状 所以说那将来就是一个DMZ 就是乌东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东间的DMZ 那同样乌克兰就变成是NATO跟Russia之间的buffer 那就所谓普丁讲到1922年 这个俄罗斯的疆域 就是他2022年出兵的理由 回到100年前的一个状况 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说所谓的乌克兰重建商机 这可能有一个Tillion以上的一个金额 当年伊拉克 美国人认为重建商机 有2到3个Tillion dollars 所以说下一个东西就是 乌克兰的领导人 他会重新用一个角度 也下一出戏 就是说乌克兰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有5200万人口 现在有3700万人口 这就像是之前的 中国的贞观之治一样 你从水潮的人时候有5500万 到唐出的时候有1500万 所以你只要GDP做回去 你的GDP per capita就会增加很多 所以美国的这些所谓的contractor 他们都会大吃肉 那波兰也会小喝汤 OK 但我没有要怎么解读 刚刚特别提到说 在川普当选之后 俄罗斯加强了无人机 对于乌克兰的攻击行动 是说为了要增加筹码 还是要施加更多的压力 朱老师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增加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如果核潭真的快要来临 双方可能都要在此之前 扩大它的占领区 或者减少它的尸土 来作为它一个核潭的基础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也注意到 俄罗斯目前有两个 有一个动作就是说 它最近在制造很多的 这种诱饵无人机 因为它希望用这些无人机 去瘫痪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所以这是不是 它的一个成果的展现 就是用很多的诱饵无人机 让乌克兰的这个系统被瘫痪 当然它也的确加强了 它地面的攻势 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所以我觉得诱饵也好 或者地面攻击 也是这一波攻击的两个特征 第三个我觉得可以注意到 就是乌克兰同时也在加强 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攻击 所以双方面是同步的 包括在俄罗斯的边疆地区 就是在乔治亚跟乌克兰 中间这一块索气这个地方 乌克兰也加强攻击了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在同时动作 感觉好像快要封关了 然后能够先多拿一点 先多拿一点 到时候我在谈判桌上 我才有比较好抢的筹码 不过在战场上面 大家也在关注一件事情 就是说俄罗斯的军队 是不是也在仿效 乌克兰的一些战法 采取对乌克兰不设防的边境 来进行棋袭行动 因为在11月15号 俄罗斯破坏和侦察小组 他们就跨越了俄乌边界 然后对切尔尼哥夫州进行入侵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迹象显示说 俄军已经建立起坚固的据点 他们只在苏多斯特河的桥梁 发现了俄罗斯的国旗 有树立在那边 俄罗斯方面是声称说 侦察小队他们已经占领了 赫雷米亚赫 还有科洛斯 以及穆拉维 还有包括说 诺维赛利迪夫卡这几个地方 可是乌克兰国家边境局 则是由他们发言人 表示说俄罗斯军队 只是短暂进入切尔尼科夫 这个地方 然后插上了俄罗斯国旗 然后他们就撤退了 然后俄罗斯声称 占领定居点的说法 这是错误的 现在是认知作战吧 希望大家不要被宣传给误解了 所以怎么看这个旗席行动 是仿效 还是说俄军在测试什么 倩姐怎么解决 所有的战争 最后一定有一个中战指导 就是什么时候他打完了 开始谈判 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刻 可以看出来 最近俄国的行为 我来看他的话 就是他在轴线翻转 现在从2022年一开头 他在基辅附近 已经有一小部分的军事行动 可是后来他回到了 他从东到西的这一条轴线 就是东西 然后东南的这个轴线 是东西的轴线 那如果现在进入切尔尼格夫 包含了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那就是这个南北的一条轴线 从北往南 然后离基辅非常非常的近 那对于基辅来说呢 当这条轴线翻转到了北南的时候 对于基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离边界非常的近 无险可守 那么会不会是用这个来逼一个中战指导 就是打到这里我们不要再打了 那如果说将来无论如何 会是有了一个DMZ 就是非军事区 或者是用实控线来做一些划分的话 那一定要有一刻说 有一边说好我认输了 我现在就是要从这里开始谈判 所以现在应该是在最后快马加鞭 要进入一个中战指导的一个局势 那这个局势里面我看起来 最明显的就是北往南 那北往南的这条轴线呢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基辅 另外一个就是地涅薄河 从北贯穿着整个的乌克兰的 南北的分界线天然 就好像当年日本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呢 长江也是一个天嵌是一样的 那这个南北的地涅薄河呢 从北一路到了克里米亚 所以现在无论讨论的克里米亚 附近的像赫尔松啊什么 按照这个北边到南的轴线 如果被控制的时候 那么对于俄国来讲 他在谈判的桌上 能够有的筹码就更多了 他就是战略目标 俄军现在希望 就是施加更大的压力给乌克兰 然后呢 让泽伦斯基呢 就进退维股 那其实最担心下应该是泽伦斯基 因为你可以发现 好像风向变了 或是一些苗头不对了 因为呢 现在不只是川普 他当然这个 我们都知道他选前就讲了 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上任前 他就要解决俄务问题 而且他信誓旦旦的 但我们都知道说 他可能是有时候会bluff 可是呢 不管如何 他也做了该做的一些事情 可是现在除了川普以外 难道德国也开始要跟进吗 因为德国总理萧茲 在11月15号 他是先后分别 跟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还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两个人都进行了对话 萧茲 他是呼吁普丁撤军 结束俄乌战争 俄罗斯呢 必须要愿意跟乌克兰谈判 不过泽伦斯基听到之后 他就批评 他就批评说什么呢 他说 萧茲跟普丁通话 破坏了孤立普丁的努力 这样的话会打开 潘朵拉的盒子 现在我们先揣想一下 周老师 泽伦斯基他现在的处境 我能想象的就是 他最怕的就是被美国 甚至包括被西方国家给出卖 是这样的 对 当然因为他有两个恐惧 第一个恐惧就是说 因为明斯克协议 对他来说是一个失败 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失败的 而且惨痛的这个教训 那他认为明斯克协议 失败之处在乌克兰 没有他的自主性 他是由强权来决定他的前途 所以他希望就是要不断地 用一次一次的动作 来告诉世界说 他要决定他自己的命运 这是为什么他对于这些强权之间的 这种对话 沟通 他有这么大的恐惧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还是在于说 他现在其实 你看他跟川普的通话 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所谓 他赞赏支持 所谓川普所讲的 以实力换取和平 他说这也是乌克兰 追求实力的 追求和平的方式 那他现在既然他认为 以实力换取和平 是他所奉持的信念 那么现在他要先在战场上得到胜利 所以就为什么他对所有的谈判来讲 他现在都有这样子的一种先天性的反弹 我们当然就讲现在这次 萧之跟普丁的会谈 其实萧之跟普丁的会谈 后来德国的这个总理府 是有把它放在这个网站上了 当然用德文 我没有看到英文的翻译 它只有德文 那在这个会谈里头 根据路透社的透露 他是非常强硬 萧之是非常强硬 指责俄罗斯 要俄罗斯撤军 然后说他绝对不会改变 对乌克兰的支持 可是乌克兰呢 就是泽伦斯基的这个总统府 其实对萧之的这个通话 是非常负面的 他说你这个不应该跟这个俄罗斯会谈 见面都不应该见 对 见面都不应该见 打电话都不可以打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 这是这个上一次双方通话 是2022年12月 就已经两年了 所以这个讯号 其实在西方媒体解除 这是西方要减少 对俄罗斯孤立的开始 对 因为俄罗斯现在其实跟西方 跟欧洲互动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诱因是什么 要解除制裁 那这个制裁其实背后 就是更大的是一个孤立 结果现在这个萧斯通了这通电话 就有可能去走向那个方向 而且有可能会使得 因为其他的西方国家的领袖 也接着跟这个普丁通话 我觉得这是泽伦斯基恐惧的地方 而且有时候在国际上 这个台面上大家看到 媒体报道出来的 就算义正言辞地去训斥说 你俄罗斯要撤兵 可是你不知道他台面下面 他们讲了什么 所以倩倩 你觉得如果站在 泽伦斯基的角度来讲 他现在最要避免的就是 他被抛弃 他最要避免的就是 他没有办法在 将来有可能的这个谈判 为乌克兰争取到更多的筹码 甚至包括 其实坦白讲 他个人争到更多的筹码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他事实上也没有任何 可能的主导权 这就是强权外交中间的现实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波兹坦宣言那个时候 波兹坦那时候 欧战已经要解决了 美国已经告诉其他的国家说 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 准备要使用了 所以他们完全知道 亚洲的战场很快要解决 但是他们仍旧在波兹坦 让俄国加入亚洲的战局 让他在战后的亚洲 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造成了朝鲜半岛的 38度线的南北分支 所以说很多的国家 在强权的手里 都是可以交换的筹码 远得不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亚洲人所承受的 那个战后的现实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泽连斯基一开头 一力地配合美国的结果 事实上在他的 整个的国家的利益 甚至他国内的一部分 民族的利益来讲 都是有为的 可是到了今天 他应该可以回头看看 他到底是帮助了 乌克兰的人民的福祉 还是他伤害了乌克兰的前途 现在他可能想的是 他现在大概想都没想到 他最后还是变成了 桌上一道菜了 不是在用餐的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努力 经营跟亚洲国家 各国之间的关系 11月15号看到习近平 在秘鲁的APEC领袖峰会上面 跟日本的首相石破茂 进行首次而且是短暂的中日首脑会晤 两个人谈话真的不长 30分钟 表示说要共同推进两国之间 战略性还有互惠互利的政策 可是我们也知道 中方在处理中日关系上面的时候 因为考量到美日关系 所以他们在拿捏上是非常仔细的 会拿捏再三 所以这次透过APEC短暂30分钟 习近平和石破茂 简单的会面 您觉得未来中方会如何去经营中日关系 首脑对首脑的会面从来没有简单 前面没有非常绵密的协商 他们不会见面 这第一点 第二呢 石破茂重新回锅 它背后的因素非常的多 有一个因素是 它并没有完全跟着美国走 如果石破茂是一个完全跟着美国走的话 今天美国在东亚的这个小北约 或类北约呢 就会牢不可破 那对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利益来说 东北亚是家门口 重中之重 台湾当然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但东北亚是家门口 不能够有事 所以它对于这个小北约 尤其要把北约的那些强国呢 在拜登时期要拉进来的这个事情 一定是它国家安全中间的重要考量 所以有机会能够让日本跟着美国 不跟着那么近 总是一个机会 更何况大家要记得 美国在战后对于日本 其实是一个看管的概念 是个看管的关系 当然在经济上面 它给它很多很多的支撑 但是在国家安全 在它的宪法 在它的国家发展上面呢 美国是在看管着日本的 所以相信也有一部分的日本人 希望能够有一部分的脱离 让他们有一部分的独立性 就像欧盟的各个国家 在北约的大的力量之下呢 也是属于美国借着看管德国 去介入了欧洲事务 那现在一个新的可能在 所谓的盟友关系 不是那么强烈的 川普上台之后 你看到欧盟领袖 也在赶快想想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未来 自己决定 就是自主这件事情 应该是全世界的领袖 都在想办法获得的 尤其是在美元和美国的霸权 逐渐成为不友善的 强权的这个现世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地方 一定希望能够有部分的剥离 让他们有他们自主的可能性 尤其在川普回归以后 特别是欧洲讲了好多年的 包括战略自主 经济自主 现在川普回来了 所以更要加强自己的自主性 OK 当然这次除了跟石破帽会面 也看到习近平同一天 见了新加坡的总理黄寻才 双方都表示 愿意加强在联合国 还有APEC这些多边的组织 舞台上面合作 那共同宣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以及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黄寻才也表示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那之后呢 习近平也见了韩国总统尹席月 在这个习近平在处理 就是说西方国家处理 俄乌战场的这些事情的同时 他积极地布局 在跟亚洲国家的一些关系 因为接下来 其实中方势必要想的一件事情 是川普上任之后 除了不可测信 还有包括可能有很多的变数 真的不知道会有哪些变数 还会发生 还会出现 所以艾老师怎么看 中国大陆在最近 已经展开的一个外交的大战略 这从刚才九亚拿提到 就是说川普将来东亚北约化 让大家的这个军事的支出 都要增加 买武器收保护费 做黑帮老大 喬事的这个状态下 那中国在发现 你旁边都慢慢芬兰化以后 它原本上就是一个 朝共体系的概念 可以看看亚洲 所以说它更应该 把以前的远交进攻丢掉 来做所谓敦清慕灵的事情 那尤其它现在内政问题 是它的主要的问题 所以外交上它不能再失分 它必须要 这些所谓的笼络也好 来做更多的事情 它事实上更该做的事情 就是应该发展连航 广发消费券 把外国人拉到中国人消费 因为将来在关税壁垒的状况下 中国商品更难卖出去 它应该把人拉到中国消费 所以它要做的事情还更多 这次在APAC 其实也看到习近平 见了即将要卸任的拜登 大家的解读不同 但我觉得其实 基本上算是很厚道了 因为至少 你虽然说拜登 他即将要卸任 可是也许就没有权利了 但是起码中方还是基于礼貌 尊重这位即将卸任的元首 不过即将上来的川普 我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对于他之前退群 这种行为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想请教三位老师 我先请教左老师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在他回归之后 他真的哪一天突然就说 我要先退群 但是先退的会是哪一个群 因为他其实之前也点到了 像WTO 那您觉得呢 好 川普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就是永远不可测 所以只有川普了解川普 但我认为 从他现在的言辞看起来 第一个可能退的 还是巴黎协定 因为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 它的经济影响是大的 那为什么我说WTO 是比较不会排在前面呢 因为美国到 连拜登政府都没有任命 他的这个上诉 WTO仲裁机构的 这个上诉法官嘛 所以说这个WTO 是一个跛脚的这个WTO 那因此对他来讲 不是一个立即 急迫要处理的一个议题 那他有可能退出联合国吗 他有可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吗 我觉得川普没有什么不可能 但是呢 没有像这个所谓气候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这样子的紧迫 因为这牵涉到美国的 这个减碳的责任 这牵涉到美国 要怎么样调整 它的这个所谓的 化石燃料的这个产业 也包括汽车 未来这个新能源汽车 要占比要多少 我觉得这些对川普来说 是很核心的问题 因为川普之前就讲过 气候变迁是个假议题 这确实啊 因为最近马上就要召开的Cope 也在想这个川普 万一卷土重来以后 对于这个气候变迁 万一美国未来的参与 不像以往 该怎么办 那同样的 安雅老师 你觉得呢 如果讲到退群的话 就川普会先选择哪几个 就延续刚才卓老师讲的 就是说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United Nations 是避免再有一次世界大战 那WTO的功能 是让美国的商品 可以卖到全世界去 那本来民主党跟共和党 就是从这个所谓的 Iveology 到一个这个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再做一个摇摆 那川普的思路 就是100年前 William McKinney的思路 就是说 它是一个美国霸权的概念 就是说 以后再想美国 就很简单 就是你要美国这个市场 你就要付通路费 就是tariff 同样的 就是说 要不然你就把钱 搬到美国去 去做制造跟生产 所以川普的第二任会 跟第一任不一样 第一任是用一些 New Conservatism的一些人 现在他走所谓的 New Isolationist 这是一个新的状况 那川普很多 他的Economics 跟Political Policy 是一个新的一个试验 那我们全部人 都在这个试验之中 好 倩姐觉得 我可以回答 第一个我同意主老师 那个Cup 他是非退群不可了 因为他要发展 美国国内的 业油盐工业 这个自己的 跟新能源 无关的能源产业 所以说这个 他是要退群的 那另外两个呢 他可以不用退群 可是他可以 去改变他的影响力 一个呢 当然就是WHO 因为WHO 原来是要降低 所有的关税壁垒 可是他现在要 恢复关税壁垒 他必须要改变 WHO的游戏规则 那么当然要看 他有没有实力 去改变游戏规则了 因为现在多边主义 已经不完全是 他们说的算 第三个会改的呢 我认为 对不起 刚刚讲的是WTO 刚刚写错 第二个是WTO 第三个我认为会改的 应该是WHO的一部分 因为从他用了 这个RFK Junior 去主导关于疫苗 相关的这一类东西 你要记得 上一次2020年 川普最后失败 是因为COVID的失败 所以说关于现在 那种很多对于 疫苗大厂 美国药厂的大反弹 都是在川普来说 说看吧 我就是对的啦 当时我没有做 就是因为如此如此 所以对于WHO来说 他可能会去加更大的压力 去改变某些WHO的 现在的做法 所以三个 一个是气候变迁 一个是WTO的游戏规则 第三个就是WHO的方向 剑姐 我追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川普这个人 很奇特 大家也都觉得他很特别 但因为他之前 有了一次执政的经验 那接下来他第二任 我们讲说川普2.0 大家想说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的可能就是 他不断强调说 他认为关税真是一个好工具 所以他要寄出所有的关税 当然这个也会有 相关的一些影响 您觉得他的第二任 跟第一任 如果我们先预测一下的话 他的第二任 他的变或不变会是什么 川普第二任很明显的 他现在是一个很闲熟的CEO 准备了四年 人选也都准备好了 而且他学过了一些教训经验 快速地就完全地掌控了 联邦政府在一个 大总统制的国家中间 他会做非常多的改变 但是经济上面 像他2017年的减税 这些减富人税的东西 他是不会变的 可是在政治上面 还有另外一系列的东西 大家觉得好像很笨 为什么去增加关税 经济学家都说没有用 其实他很聪明 增加的关税 是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所增加的输入性的通膨 比如说物价飞涨 是小老百姓的承担 所以还是政府的税收增加了 可是分摊在老百姓的身上 那么在整个的经济政策上面 还是对于富人企业的减税 所以美国人现在 是所得税的承担 是他的政府税入中间 最大的一个部分 因此他第二任 如果希望他能够做好 因为他现在很鲜熟的这些人 看起来对外交 对于军事都很有把握 希望他能做好的话 他必须要去解决 国内大量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般小老百姓的生活水准 在节节的败退 因为你的薪资所得增加的不够快 物价飞涨 所以说一般人的生活水准 是向下的 就是消费降级降等 那这些东西呢 期望他能够有一个解决方式 这些解决方式不会在政府以内 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制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或者是说企业获利 所以他的穿马共治的里面呢 马克思所带来的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有一些做法 当然这是希望 因为传统上他上一次在做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并没有解决 但是拜登时期呢 是在迅速的恶化中 所以希望还是能够有一些平衡 所以我又看了一些选后的分析 就是这次民主党败得这么惨 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移民 这都是川普在选前是不断强打的 所以大家也在想说 好 那你终于可以当总统了 你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两个您觉得他解决得了 移民的问题他已经说要解决了 他要解决非法移民 对 非法移民 让合法移民有更好的生命机会